缺电叫做什么 你紧急 紧急才要用的电链都用上了 这样就算是 就是缺电了啦 要觉得这个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诚实 发现跳电了以后 查不出原因的时候 就写鸟受害 很好用 新闻幕后聊新闻 这里是由TVBS连地媒体 所制播的Podcast节目 新闻幕后 我是Lulu 夏家路 随着夏季高温 大家越来越有感 是不是发现 各种大小规模不一的 停电啊 跳电啊 断电啊 这样的新闻 也是越来越常看到呢 其实就在7月2号的 下午1点52分 尖锋用电量 已经到了4118万瓦 刷新历史记录 经理部长郭志辉 在上任刚开始的时候 好像对核电 摆出一个可以讨论的态度 可是后来呢 就被执政党立委 提醒了几次之后呢 看起来跟政府 非核家园的主调路线 越来越一致 可是现在不只是异常高温 台湾说来发展AI的话 这电力供应 也一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我们真的是 像昨天那个讲到说 好像到2023年前 都不会缺电吗 真是这样吗 现在的核电 到底安全系数怎么样 核电技术的发展状况 到底怎么样 我们今天想要邀请专家 跟我们来分享 是前核四厂长王柏辉 王厂长 厂长好 夏小姐好 夏小姐好 我很早开始就有听到厂长 其实关于核能这件事情 常常上节目 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些 比较专业的认识啦 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们好几次的公投 都有关于反核的这个议题嘛 或者是说核四要不要盖的议题 我常觉得有时候 民众老实说 在做判断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真是 没有办法做出一个专业的判断 因为这真是一个专业的问题 比如说每次停电跳电这样的新闻 政府就说不缺电 可是我们实际上 没有一个专业的眼光来看 到底现在台湾的供电稳定状况 是怎么样 就是最近好多人问我说 台湾到底缺不缺电 那我当时讲了一个比较学术性的定义 但是我觉得最近觉得说 这学术性定义不对 为什么呢 我有一个老朋友 他是台电中央调度间退休 退下来的 各位都知道 不知道叫什么叫中央调度间 对 中央调度间就是 负责前省的电力的调度 哪一个电厂要起来 哪个电厂要off 的中央调度间 他是关系到电力最基本的一个人 什么什么南电北送这种要调度的 对 哪一个电厂要起来 都要中央调度间order下去 命令下去才可以 他定义一个什么叫缺电 他说当你把紧急用的电源 都用上了以后 这就是缺电了 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 因为平常我们就是 家里平常就平常的电嘛 但是当电力公司把紧急要用的电源 都用上了以后 就没有其他可以再用的 对这就是缺电了 他这缺电就用这样来定义 那好了 我就以415 0415 4月15号 那一天 那一天的时候 是桃园的吗 还是0415 0415是今年4月15号 差一点限电 差一点限电 那差一点限电他用到什么程度呢 他用到和尔厂 和尔厂厂的GAS特兵 就是气欧轮发电机 都用上了 这紧急的气欧轮发电机都用上了 还有一个协和电厂 烧重油的 本来大概是烧20几% 或是顶多到40而已 因为有环保的规定嘛 他那天就是冲到88 一步机冲到88 一步机冲到79 这就over了 OK 那有些呢 已经烧到105 103 超标了 对超标 所以呢 这个那天就是差一点 甚至也跟外界借电嘛 要求电嘛 所以呢 他讲了一句话是说 当你把紧急要用的电 都用上了以后 就表示已经缺电了 那这个就是侯生生的证明 我们的电力的电网 我们的电力的电源 是不够的 在某些需要的时候是不够的 因为电 它的特性跟人家不一样 它第一个 它不能断电 第二个 它的频率 电压要非常稳定 第三个 是大家关心的 要价廉 那这三个东西 假如都没有去 off它 都没有去 都没有满足的时候 这就不是一个优质的电 是 所以呢 4月15号那天 就差一点断电了 对 那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缺电叫做什么 我们现在把它定义做缺电 就是 你紧急 紧急才要用的电源 都用上了 这样就要算缺电 就是缺电了 对 那假如说 大家接受这个定义的话 我们台湾是缺电的 如果用这个来做定义的话 台湾是缺电的 对 台湾是缺电的 这个有季节性的问题吗 因为就一般民众 就会感觉到 夏天好像大家都开冷气 所以 电力的需要是比较多的 就会比较吃紧 所以这个缺电 是有季节性的吗 这个是夏天缺电的比 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冬天会短一点 但是呢 各位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冬天大部分的电厂 都在税修 年度大修 那反而变成电厂少了 那夏天呢 因为大家知道 夏天需要电很多嘛 所以呢 夏天电很多的时候 电厂都回来了 正常运转了 所以平常冬天的时候 变成量少 夏天量多 所以其实 在跳电不跳电 并不是说 夏天会 冬天就不会 而是 在某一个电厂 假如没有维修好 在某一个系统 没有维修好 临时的话 就会跳电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 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必须要做什么事情 诚实 那 你们会觉得说 诚实又跟跳电 有什么关系呢 诚实跟跳电 非常有关系 为什么 你是每次跳电的时候 要诚实的起吧 跳电的原因走出来 我们现在在播新闻 常常一讲跳电 原因大概就是小动物啦 要不然就是 鸟瘦海 对对对 溃线跳脱啦 大概都是这种 我最常听到 大概就这两个 这个好 我就讲一个故事好了 我曾经在很年轻的时候 跑到某一个渠出去 那某一个渠出去 我去看说 蛤 你们怎么跳电的时候 都是鸟瘦海 结果那个主管 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讲 他说 查不出原因的时候 就写鸟瘦海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查不出原因 都说鸟瘦海 我说 那你这鸟瘦海 这个 这item 是什么时候 就开始有鸟瘦海 他说 从N古时代 从日记时代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选项 就有这个选项 为什么那时候 瘦很多 鸟很多嘛 就有这个鸟瘦海 但是到最后 这鸟瘦海 很年轻 大家都没有拿掉 为什么 很好用 太好用了 为什么 花去跳电了以后 懒得去查阴阴 就直接用 就直接勾鸟瘦海 然后呢 这个鸟 跑跑来去了 这瘦呢 死掉了 太死无对症了 那所以当时我到 那个七处去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说 大家诚实 把这几个月 你做到 为什么断电 是 把他断电的 已经真正找出来 就我就挤个例子 我就合成一个例子 他们发觉到说 这个地方怎么常断电 那电线杆 一年之内被撞断三次 是 我就跑到那个去看 发现怎样 那电线杆 摆在 几乎是 离路边很远 快要靠近路中了 但人家一转弯 碰一下 碰撞到 那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 对 把这真正的原因找出来 一下电线杆 就解决了 就解决了 真的就解决了 所以呢 我个人觉得 我真的很 我很诚实的讲 拜托 就是说 你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 说不定你要找 真正的原因很难找 很难找 但是确实要去找 为什么 一个跳电一定有问题 不可能没问题 那把真正的眼睛找出来 把真正的眼睛找出来以后 再加一个事情 就是说避免以后再发生 是 然后呢 前三个月 三十五次 那后三个月呢 时候就变成二十次了 从无发生就比较少了嘛 那这样这样一直做下来以后 整个品质就会提升了 对 就是电力工业会越来越稳定 对 电力工业会越来越稳定 然后呢 官方的语言 就人家就会相信 对 或者现在 我就不知道大家怎么想 官方的说法 那官方的说法意思是 大家就打问号 所以厂长你自己知道的 实际上的原因 比较偏向哪一种 因为我们讲现在 如果电不够的话 有一个就是供应不足嘛 可能就是发电量不够 或者是说是因为设备老旧 电线啊 电台啊 每一次 隔个几年就必须要翻修 那或者是因为 现在的产业发展 需要用电的量是越来越大 你觉得比较偏向是哪一种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的 综合起来 因为我们现在都发展 3C产业嘛 对 3C产业要用的用电量就很大 像AI的运算的时候 对 就用电量很大 各位可能都很难了解说 这个3C产业 或者是钢铁产业 它的用电量有多大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在某一个线 我今天都不要讲哪一个线 在某一个线 它有一个钢铁厂 那个钢铁厂呢 占那一个线的 用电量的90% 你会惹到吗 我问台湾 你会惹到吗 一个钢铁厂 一个钢铁厂 然后占了全线 在那个农业县里面的 用电量的90% 甚至一到 就是80到90中间 看怎么样 所以呢 各位都知道 这个吃电的怪兽 台湾为了 为了这些工业的生产 这些吃电的怪兽 所以不要以为你们家有电 就表示台湾不缺电 因为它可能在紧急的时间 叫钢铁厂 叫3C产业 你关掉一张生产线吧 然后让大家都家里有电 否则家里会骂死 对 你假如停在电梯的19楼 你家是在25楼 你不骂死才怪 而且这很容易上新闻 对 这很容易上新闻 所以呢 溃线断是有可能 但是呢 一个情况 台湾这样一直蓬勃发展 蓬勃发展某一些县市 它需要的人力要多 要足够 人力不足够的话 东西还是会坏掉 东西还是会 坏掉就是断电嘛 亏线断了嘛 亏线坏掉 所以呢 人力要让它足够 你是说台电自己在维修的人力吗 对 维修的人力要让它足够 而不要去省那些钱 因为人力足够了以后 它才会平常会去做一网保养 对 做一网保养了以后呢 它才不会断电嘛 而不是 现在的人力据我所知 抢修都来不及了 某些县市 抢修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去 都以了时间去做一网保养 哦 我几个例子来讲 我住在山上 嗯 那电力公司对于山上 对于电线跟树枝 中间的距离 是多少 1.5公尺 嗯 哇 你假如有空你到爬山去看看 哪一个树枝距离它 在1.5公尺之内 多超过1.5公尺了 但是要修 要检查都需要人去看 对 都要人去看 要去拍照 要去割电 割树木 对 否则你树枝断下来 就是断电 尤其碰到台风地震 对嘛 就是断电嘛 然后树枝 树枝里面更容易什么 松鼠跑过去就掉过去了 对啊 松鼠跳过去 跳过去就在 被人家进那边就给你断掉了 对 对 所以呢 为大家只要仔细想一想看 为什么我们邻近的国家 日本 发生的事情比较少 人家也是山区送电一大堆啊 因为我可能是职业病 那我到日本去看的时候 会看 特别观察 对特别观察 他并没有把所有的电线都递价化哦 你到山区 去看看 他的高达电线过去的时候 他下面的树木 简的 离得隐隐的 台湾没有 那就是有人在 有人在好好的去维修 对 有人好好的去维修 有人好好的去照顾他 这个部分比较像是台电 他们在业务执行上碰到的难处 必须要去克服的 但如果是回到供需的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需求会越来越大 刚刚我们有提到 未来整个产业的发展 那供给面这部分真的就很需要 厂长让我们有更多的专业了解 因为我们对于核电的认识 我觉得一般大家 朋友啊 或是大家在聊的时候啊 很多都是从恐惧面出发 对对对 然后这个恐惧呢 你也不知道 真的推敲也不知道哪来的 你知不知道好几次了 当然国际上面碰到你说辅导那种 然后就会更加深大家的恐惧 可是实际上好像没有真的盘整 就是说他真的这么可怕吗 或者是说当然可怕啦 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些画面嘛 可是问题是以前发生的这些事情 到现在防灾啊核费处理啊 难道这些技术都没有最新的发展吗 那国际社会又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核电议题呢 这样子就比较专业的层面 应该跟我们一般民众理解不大一样吧 好 用恐惧来吓人最好的 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我跟你讲 讲鬼故事的人他看过鬼吗 我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 讲鬼故事的人 他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没有看过鬼 但是呢 他很喜欢讲鬼故事 那讲鬼故事一出来 大家都吓得半死 就真正有没有鬼 No 不太清楚 好了 那核能呢 他讲的核能很恐怖 哎呀核能会变种哦 所以讲车诺比啊 很久以前的那个核灾 对 核灾要会变种 比较近期的就311 对 好 我现在跟各位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我们三大核能事故 一个是在三里岛 美国宾州 一个是在Chenobi 是在 Chenobi Chenobi是在前苏联 一个是在湖岛 在日本 那日本 前苏联 还有美国 三大科技国 发生了核能事故 然后印度 巴基斯坦 他们的科技没有滑达 没有那么滑达 那人家有核能电厂啊 人家怎么不发生事故 我请教一下 今天听众有的话 你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 假如你有一天 看电视一看 有一辆 有一辆非常名贵的车子 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事故 是这样 到最后一检查 发现到 那个司机可能是喝酒 那个司机可能是富二代 那个司机可能是打喝水 所以是人为操作 人为 因为车子无罪 但是操作的人有问题 可是日本那个是因为地震开始 后面海啸 然后引发后面的那个电厂 我先花一点点时间 把日本这个东西讲一下 大家都怕得要死 对 当时日本发生胡岛事件的时候 我在核市场 我第一个问我们懂日文的先生 我说核能电厂有没有事 他说好像没事 我当时就觉得很安慰啊 说我们核能电厂可以survive过去 结果到最后 胡岛轻爆了 胡岛又发生了一大堆事情 结果当时李登辉李总统 他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日本就是败在他的官僚体系 我跟你讲 一个国家发生核能事故 会败在他的官僚体系 因为当时胡岛的厂长 想要把海水注入到 沿子炉里面去 或是沿子炉旁边的降温 但是呢 胡岛的厂长不敢做决定 胡岛的厂长不敢做决定 他必须往上报 他必须往上报 因为日本的官僚体系就是必须往上报 往所长都是董事长报 那所长呢 也不敢做决定 所长必须往首相去报 在现场最了解的人是谁 是胡岛的厂长啊 胡岛的职工师啊 而不是所长啊 所长他根本就不是学这一个方面的 嗯 所长也不是学这一方面的 对 结果呢 所长来做决定 他所长呢 晚多久来做决定 晚了六小时 当他的直升机到了时候 才做决定 哇 这六小时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病人 他已经要做CPI 要已经急救了 送到急诊室去的时候 说大家都不要动 等我们什么什么来才能 才能动这个 结果呢 死掉 所以其实他当下 对 如果就做了处置的话 当下 后面事情就没有了 对 当下假如做了处置的话 就没有了 嗯 我们有一个华一的 核能专家 他在美国经线上 骂了脏话出来了 嗯 用英文骂了脏话 说赶快把海水打进去啦 哦 结果呢 首相来了做决定以后 把海水打进去 那个厂厂还赶快把海水打进去 所以你们不要说 我这个我当时叫你们做的 嗯 这个接线了 OK 好 这个就表示什么呢 官大并不是学问大 嗯 官大不是学问大 官大绝对不是学问大 要问什么 问 第一线的工程师 嗯 才是最重要的 嗯 我同样的跟各位讲 日本的镇央旁边 有一个电厂叫做 米川电厂 嗯 河吉拉瓦 他没事 当时我听了一个管理学专家 讲了一件事情 他说 这个是非常值得 探导的一个案例 对 为什么 一个在旁边 一个在 远一点的地方 远一点的地方 竟然有事 那在旁边的没事 在旁边的 竟然没事 而且没事 没有关系哦 还收容很多灾民 哦 对 所以呢 我当时很多人 还和事的时候 我儿子从英国 送一个message给我 说Daddy Are you okay 啊 我能够耐得住吗 嗯 那我当时心中 感触很深 有一次 有一个电台访问我 他说 王厂长 你可不可以用 一分钟 跟我们的听众 全球的听众 讲一句话 我说 我就 当时感受很深 我说 当你真正了解以后 再决定你的立场 嗯 当你不了解的时候 就框住你的立场的时候 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社会 多是伤害 所以日本来说 他们自己 在经历了核灾 然后如果说 他们诚实的 去回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现在 对于核电议题 日本的普遍态度 又会变成什么样 对 所以说 我就 我要讲实例 柯P 柯P在选举的时候 跑到日本的湖岛去 对 那湖岛人就跟他讲说 我们就是没有台湾的 深水池 深水池 在高层的地方 没有这东西 所以我们才发生了 湖岛事件 那柯P第一件 第一个 我们两个单独谈的时候 第一个问我 就是这件事情 你有深水池吗 有啊 我说 你才知道 我说 你才知道 他说 辅导的人 跟我说 然后他又 跟我问了第二件事情 他说 台湾不会有海啸 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 台湾不会有海啸 你不为谱先知 台湾有一个 全世界最深的海沟在这里 就是 马里亚拉海沟 我们4月3号的时候 在花莲外海 有一个奇迹的地震 我们有海啸吗 嗯 对不对 我们有海啸吗 没有啊 921的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地震 把一个变电 超级变电手都震垮了 我们的核能电厂 有被震垮吗 所以一样是地震 很大的地震 还跟它的 整体性的地质环境有关 还不是你这个岛而已 所以常常 因为现在啊 整个国际 大家都一样在发展科技 大家都一样在搞AI 大家都一样很需要电 然后现在又ESG嘛 大家都要减碳牌嘛 目前国际社会到底针对核定议题 是一个普遍什么样的态度 因为感觉起来 其实在这议题上好像原来 原来觉得比较倾向反核的 态度越来越松动 然后技术上的更新啊 发展也都跟我们以前理解都不大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几个G7的国家 他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 不再发表反核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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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G7国家又包括什么 包括一个德国 很重要的国家 对对对 那这个国家呢 用核能 但是他 拜托他 你不要发表反核理论 为什么 他用化国的核能 他买化国的核电 他因为他本身 他发展他的光电跟风电 但是呢 他其实他发展他的光电空电 不是很成功的 因为这是靠大自然嘛 对 比较不稳定 对比较不稳定嘛 不是很成功的 那德国呢 70%是他的核电 所以他 他当缺电的时候 他还是要跟德国买 那德国就在他旁边嘛 对 很简单嘛 那就是G7的国家就说 拜托啦 你给我用核电 你还要 你还要缓核电吗 那有一个地方 是用核电在缓核电的 台湾 对 那以技术层面来说 关于核电怎么样更安全 或核废处理 能够处理得更好 更减灾 或是更减少大氮性的辐射 这个在技术上面 现在有一些 怎么样最新的发展吗 我可以这样讲 就核电的安全的部分 各位可以参考 胡岛的人 羡慕我们台湾的部分 我们台湾 在最高层的地方 有一个深水池 这是淡水池 就每一个厂都有 每一个厂都有 那也不是我们台湾人特别聪明 为什么呢 这在我 因为我盖过核二厂 那核二厂当时 民国66年左右的时候 66年到70年中间 那很多老外到台湾来 老外到台湾来的时候 看到台湾的 apartment 大概是四层楼到五层楼 那时候大概四层楼左右 那四层楼上面都有 四个 Standless的铁塔 那我就问老外 老外就问我说 他对台湾里面 最大的印象是什么 最大的印象就是台湾 怎么水塔这么多 他问我说 你们是一天到晚在窃水 他是说家家户户水塔 家家户户上面都有水塔 对对对 对不对 现在也是一样 尤其当时铁皮屋那种 旁边就会看到一个 铁的那种 大的那种水塔 对你们到日本去看 到美国去看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老外就说 这水对核能电厂太重要了 它在安全停机的时候 非常重要 尤其在 在奎地口 在就是说 很关键的时候 很关键的时候很重要 所以呢 就是在核二厂 就建那个水池 所以各位可以去核二厂 桥餐馆的时候去看 核二厂的水池 引到厂房的时候 的水管 是落在外面的 是落在外面的 所以说 这最后的时候 才决定要盖的 那核一厂也盖了 核三厂也盖了 核四厂也盖了 这是台湾的核电厂 跟其他国家核电厂 一个 很大的不一样 很大的不一样 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 你刚刚讲是台湾特色啊 对啊 这在核电厂里面 就是一个特别的事情 对 是一个特别的事情 然后呢 它不是一个 核电厂里面的 必需品 应转中不需要这个东西 但是它的安全度 会提高很多 甚至于安全度 提高到什么 提高到不会发生 像胡早这事件 因为在关键时刻 它就是一定会发生 对 很关键的动用 就有这个在那边 好 这是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 台湾是一个小岛 台湾是一个小岛以后 当时大家就决定说 我核位来要怎么办 对 要送到哪 核位来要送到哪里去 送你家你愿意吗 对 当时是送到核里 那说句实在的话 当时为什么 为什么要送到核里 两个人 第二个人 它是离岛 也不是要害核里的人 那当时呢 国际上还可以海抛 还可以海抛的话 核里那地方到太平洋 很深的国际海抛 没事 那国际上规定以后 不能海抛了 不能海抛以后 就一直放在核里那地方 好 那核里一直抗争呢 所以呢 大家就讲到说 那以后建核能厂 我的废料是一个大问题 对啊 要第一个 要减容 减得容积越来越小 第二个呢 没办法减容的是什么 是我用过的燃料 那用过的燃料 就用干湿储存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用干湿储存的方式呢 我们所有的核能电厂 在建造 运转 甚至到维修的时候 都完全根据美国的划规 那美国人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日本也是家 那就根据美国好规 就是用干厨 所以汇料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讲到高阶跟低阶 低阶的部分就是把它容积越来越小 这个是技术会越来越好 让它越来越小 都已经很好了 技术已经很好了 有魂化炉 有超高压的压收机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都没有 现在核市场都有 所以比较关键的是在中阶高阶 高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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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高阶的部分 但是呢 核市场又想出来一个方法 我们建了一个辅助燃料厂房 这辅助燃料厂房 可以放两部机 两部机的核 用过的核燃料 放40年 放40年 对 就是说我所有用过的东西 全部在我厂房里面自己储存 自己管理 跟你外界都没有关系 就也不运到哪里去了 也不运到哪里去 那因为这个东西等机会 或者是等技术又有更好的发展的时候 因为40年等机会嘛 对 那这个部分呢 你说台湾就在等机会 那北国怎么办 大家都在等啊 美国也在等啊 对不对 其实在选举的时候 那时候郭台铭郭董 他就在讲什么 小型的核反应炉的技术 好像也是变成一个核电 在未来 大家觉得是可以期待的发展方向 这是可以期待的 但是呢 不要期待的太快 不要期待的太快 为什么我比较 讲了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件事情 因为所有的核电 跟航空器一样 都必须要 你认为百分之百可靠 你才敢用 对啊 你假如说 还有一点点疑问的时候 没有人敢用 因为现在就是安全 是放在第一顺位 安全是放在第一顺位 对 还没有达到说 我安全百分之百的时候 对不起 不太敢用 那small module reactor SMR 两个关键的字 一个是small 小 那小的话 我可以放在 放在工业园区啊 放在客户园区啊 对不对 小嘛 那第二个呢 module module是模组化 模组最难 为什么 模组化是这样讲起来 模组化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让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嘛 对 但是呢 还没有证明模组化可以成功以前 大家会问 因为每个地方的条件不一样 对 你的模组算一样 但你盖在不同的地址 或像大家常讲 台湾就是很多地震带啊 那应该考虑的东西就不一样嘛 所以说 small module reactor 可以期待 可以期待 但是呢 还不够成熟 技术还不够成熟 还不够成熟 然后呢 有些人讲说是 何中和 那何中和 我可能讲了这个话 比较对人比较不好意思 为什么 我在50年前读大学的时候 就有一个MIT回来的教授 他就跟我说 哎呀 那何中和在50 在几年之间就成功了啦 他那时候是50年前 时间一下子50年又过去了 那现在有什么进展 还是跟50年前差不多 当然有进展 但是呢 有常 有可以到商业化的进展吗 是打问号的 我们内行人都是打问号的 然后呢 因为他的材料 或者很多东西 都很难 很难去控制他了 那所以说 最好的方式还是说 我们既有的东西 把它改善就好了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苦口薄心的讲说 其实核市场是最好的一件东西 现在 可能大家听不下去 对 现在在台湾啊 我觉得有普遍的担心 就是很多地震 然后 不管 不管说 日本那边 刚才常常有在讲嘛 我们是做了什么样一些 防灾的预备 但毕竟就真的很多地震 然后再者呢 核一核二跟核四呢 他们的 距离很近 都在北海岸 然后距离台北市又都很近 所以这种 大家心里头隐隐的 就觉得它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如果 EVE 他发现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好像 总是没有办法排除这种可能性 在民众的心里头 就是台湾的这个地质 是脆弱的吗 比较常发生地震 到底是不是这么密集的 有核电厂 都在北海岸 这样子是对的吗 这种 我就必须要这样讲 就是说核电厂要 选择一个厂子 它都是经过 非常非常认真的 去挑选出来的 不是对面挑的 不可能 所以你看西亚安都没有 西亚安都没有 对那天为什么都集中在那里 是有原因的是不是 对那就是杀案 那当时 为什么在金山 金山 那个国胜 还有 共僚 和市长 你各位可以看到 921的时候 这三个地方的地震 最小 像那个什么 像这一次 403的地震 这个三个地方 也没有什么影响 都最小 地震值都最小 所以呢 核山厂也是一样 地震值最小 所以各位 地震这个事情 应该要相信专家 所以应该相信科技 各位 101 你可以让它盖 在台北市 你可以让它盖 101你说地震来 没有问题 那核电厂盖的比101 不差 我讲句实话 所以你一直在诉求 让大家可以进去看 对 你就真正进去 和龙门电厂 或是进去电厂里面 看一看 说 哦 应该是这个样子 那地震还有什么问题 我一生中 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不要看过 你陷害 对吧 我们在Costco去买东西 要先试吃 对不对 试吃好了以后 才会跟人家讲说 这东西不错 才会要耳传 我曾经到了 到了供僚去的时候 有一个计程车司机跟我讲说 哎呦 还好燃料印出去了 只要燃料没有印出去 放在里面的话 放燃料下去 核子产会爆炸 我就问他说 请问你 你怎么知道核子产会爆炸 在里面工作有人跟他讲的 我说他里面工作 做什么事情的人 他说 在里面做钢的 做钢的 他跟他讲做钢的 做什么钢 做什么钢 对不对 很重要啊 我们都不知道会爆炸 你这钢的人既然知道会爆炸 赶快跟我讲啊 我就跟他讲 听他讲 我听他讲 里面的人说 我要注意 他说 我不知道你在做什么钢 我是听他讲 我听他讲 对对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 把一件本来没有的事情 晃得很大 问题在这里 就是说 大家就 最后还是想要请教厂长 因为毕竟2025 非核家园就是明年了 整体来说 现在感受到的社会氛围是 好像可以稍微讨论一下 非核家园是不是真的在明年 就是非要这么走不可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时间 给大家更疑郁的去 让我们的电力更稳定 就我们再真的进入到 非核家园 你觉得到底核电在台湾 我们接下来应该要怎么样做 会比较好一点 你说这些绿色能源 再生能源 锋利 或者是你要接天然气那时候 藻礁也会受到影响 对 所以你说风力发电 风力发电 后来发现它引起来的噪音 可能对 对也有影响 太阳能发电 一方面不够稳定 二方面它在太阳能板制成的过程当中 对环境也是蛮大的污染 所以到底如果我们要一个 ESG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台湾碳排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 你自己专业来评估 你觉得我们接下来能源 真的到底怎么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好 大家用open的心态 来讨论这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大家悠轰的说 再生能源光电 就光电是你用凉田去换电 我觉得是不值得 尤其光电在几年以后 因为为什么讲 那个汇料也是很难处理 对 一样又有汇料的问题 对对 然后烘电呢 烘电其实我们的海上烘电 很深入一的烘电 低频噪音非常的不好 很多 我很舍不得一些人 他住在海边 他说离那个烘电厂 烘电机只有500公尺 晚上几乎睡不着 但是那些人都是弱势的人 其实这一个风机 这样一直转 到底能够带来多少电力 没有多少电力 对啊 就是算一算 这里是个数学可以算出来的 对没有多少电力 真的没有多少电力 我可以讲 不到一百户人家 没有多少电力 然后呢 我们讲到 我们讲到LNG 就是天然气 那台湾是一个孤岛 天然气一定要进口 不可能产生天然气了 所以好几次就早交公投 对 天然气已经进口 那天然气进口了以后 一定要放哪里 一定要放有 就是说储存槽嘛 那储存槽越盖越多 越盖越多 但储存槽假如 哪一天一旦爆炸 怎么办 也是一样有安全 对 一样安全纪理 安全的性质 还有一个 我们靠外面的 我们天然气的储存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那好了 这假如说以后 有国安危机啊 怎么办 所以说 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 一个老教授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把它停下来 为什么 他说核能是一个将来以后 一个很用不完的能源 还没有被发现以前 还有化石人料 我们快要用掉了 中间填着空缺的 的一个能源 这是科技发展的一个结果 所以呢 台湾 我们是一个孤岛 我们必须要用科技发展的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一看 我们亚洲 几个国家 中国大陆发展 核能发展的一大好处 中国大陆真的发展的一大好处 还有韩国 输出到 沙特阿拉伯去 年轮国大公国 日本也开始蓬勃发展 你要跟人家竞争 就是要有稳定 便宜的店 你把这个晃掉 怎么办 你不要一下就火定它 你了解 真正了解以后 再结定 对我觉得今天做这个 请常常来到也不是说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其实不是有个立场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 真的就是大家必须要来讨论这件事情 有可以讨论的空间 对对对 而不是就直接否定了 对对对 那个否定的论述 常常过去都是没有经过检视的 对对对 直接是因为恐惧 对对对 然后不去看实际上的 的真正的状况 就直接否定的对对对 我觉得那是有点可惜 而且它真的是我们非常迫切需要去面对一个重大的议题 你说国家的发展能够没有稳定的能源吗 对对 对 所以今天这个讨论 或是请常常来帮我们解惑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要诚实的去面对它 对 我就是觉得说诚实 然后来面对台湾的环境 然后才能建立一个台湾 延延流长的一个政策 那就看看接下来 对 是不是政策上面会出现一些转变 对对 常常你自己有一个脸书嘛 对不对 常常就会分享在这些相关新闻上面你的看法 对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一直追着这个 这个新闻事件跑 或是想要针对 特别针对核电这个议题 想要有更深入了解 所以你就可以follow你的脸书 就找 就找你的名字就有了 我的名字就有了 今天非常感谢厂长来到新闻幕后 新闻幕后聊新闻 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 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聊新闻 欢迎订阅 并且在Apple Podcast 或是BiFi跟五星评价 有任何想要回馈给我们的想法 都可以点许愿池连结 留言给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把节目推荐给你的好朋友 同时也邀请大家来追踪T Radio 脸书粉专 在这边除了新闻幕后之外 还有其他节目的好内容 以并推荐 感谢你的收听 再次感谢厂长的时间 谢谢 拜拜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不会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